我們這個比較像是一個浪漫主義的一種社會實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這兩個其實都跟所謂的政治地理學有很大的關係 尤其是它背後形成的這個歷史背景 基本上是決定它會成為廢墟的一個重要的因素之一 那後來我就想下一個計畫 就是想做文字館 文字館就是說它是公家部門花大錢所形成的一種空間的浪費 那後來我其實有去拍了一些地方 我後來發現我自己一個拍 第一個短時間一定拍不完 因為政府正在活化 我要跟它曬跑 所以說我想說在他們還沒有活化完之前 我先把這些東西做個紀錄 但是我一個人沒辦法做到 所以我就號召了我的兩個班級的同學 一個是北一大美術系 一個是四大美術系的同學 一大美術系統 關於三大美術系統 年紀人填移世英四大美術系統 什麼需求抓 abonn